张力先生 今天你应该说把你关于深口论的 比较完整的表达出来 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但我认为是个好事 因为在历史上 曾经日本人写过一本书 叫丑陋的日本人 台湾的柏阳一个历史学家 也写过丑陋的中国人 他们的目的都并不是说去贬低中国人 而是告诉中国人 我们的民族性里面 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从一个丑陋的人 变成一个漂亮的人 我们怎么才能够 成为一个深口到最终 我们走向人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人 我们要恢复我们的人性 我们要把我们的内在的东西 我们本来就与天赐予我们的权力 我们要认识到 是吧 我们自由的权力 我们的尊严 我们的民主和法治 这些东西 我们的生命都是与天赐予的 我们本来就有的 所以不是说共产党给我们的 而是我们本来就有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 中华民族就有了希望 就有了转型的动机 实际上您要表达的 就是这么一个观点 在谈完中国的问题以后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到世界上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集权国家 它的价值观仍然秉承的是马克思主义 而这一个东西与世界上文明 世界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马克思鼓吹什么呢 无非是暴力 无非是阶级斗争 一个阶级就有权力去杀害另一个阶级 所以它这一套东西与文明社会 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我也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 似乎特别有恩赐的一种心态 它一直采取一种绥靖政策 至今也没有发生所谓的军事冲突 对于这个问题 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认为呢 这个呢是一次大战 两次大战 造成的后果 因为西方文明呢 本来呢 应该说在2000年前 在古希腊人已经充分证明了 这个西方文明的这个卓越 小小的希腊就能够 一再地击败东方的帝国 并且呢 最后征服了东方的这个帝国 建立了 就是说输出了希腊的思想 去输出了希腊的文明 跟希腊文明相比 实际上其他的什么四大文明 那都是一种 推敲 不是一点都经不起推敲的一种谎言 当时蒋介石请了一个叫李约瑟的一个西方片子 随便编出来什么中国是四大文明古 这么一个说法 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四大文明古 中国的文明很晚很晚 在中国文明诞生以前 在中亚地区 特别是在这个中东地区 已经诞生了一系列汇坊的文明 尽管这些文明的水平比中国文明还高 但是由于那是一个极力的战场竞争 太激烈 很多文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说呢 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文明古 人类文明呢 应该从古希腊一直到五百年前 都在证明了它的优越性 但是它也面临着一个困难 就是说人类由于各个地方的语言交通 还有聚集在一起等等 还有这个财富 还有人类的技术的限制 人类不能够在一起开会 人类不能够充分的在一起讨论问题 并且做出一个按照民主原则 做出一个角色 所以说呢 民主制度呢 它从古希腊到现代的美国 它有一个漫长的探索 不断这个调整 不断的这个修改自己的 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甚至中世纪也是这个 漫长的历史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后呢 当西方文明在五百年前 哥伦布以哥伦布这个登入美洲为标志 西方文明呢 终于就是说达到了它的一个高分 然后呢 就开始向全世界输出它的文明 就是向全人类传播它的文明 当然 这种传播呢 是一手拿着圣经 就是 它主要是以圣经和玄境的技术 这两项 圣经和技术 就是一手拿着圣经 一手拿着产品 就是西方技术产品 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的 这个英国当年 大概在18世纪初 就亚非战争以前的时候 曾经派那个公使马加尔民 组成了一个 这是英国国王派遣的 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 大概有近千人的代表团 然后携带着 英国所有最先进的东西 最先进的技术 无偿的送给 这个中国的这个 当时的皇帝 清朝皇帝 但是清朝皇帝 对那些东西 完全都不以为了 认为都是一帮垃圾 实际上古希腊文明 到这个美国的文明 他这个 我前不久我参加 大多会人的博物馆 我才惊讶地发现 就那时候他的首饰也好 那时候他 甚至希腊人在 将近3000年前的首饰服装 2000年前的首饰服装 就跟现在全世界流行的 基本上是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 他在2000多年前 就已经达到了 现在的这个水平 只不过是花了2000年时间 向全世界推广而已 我们中国有什么 你看看现在中国人 生活当中所用的东西 我希望每一个中国人 回到自己的家里面 不管他家里面 是有3000件物品 还是有1万件物品 我相信他仔细做出检查以后 他就会发现 所有物品都在仔细 几乎没有一样物品 是中国原产的 能找到一样都是奇迹 也就是说 在普通人生活当中 如果需要1万个东西 就比如说包括钮扣 包括我们使用的这个针 包括我们的这个 取火的拔火机 火柴 包括我们做的板凳 包括我们做的椅子 包括我们睡的这个床 包括我们用的电风扇 包括我们用的所有的一些 很难找到中国传统的物品 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传来的东西 可以说99%以上 确切的说 无论从中南海到 哪怕中国最勤困的这个山区 它的生活当中的物品 100件东西有99件以上 都是来自西方的 但是中国唯一最缺少变化的 就是脑袋 最本质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脑袋 就是观念 因为脑袋它装有观念 它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 我们都知道 美国人最珍惜的一页子 就是它的独立宣言 就那么简单的一页子 你要在中国人看来算个屁嘛 中国自古以来 类似的东西都是炭牛冲动 但是美国人都珍惜了 因为那一页子 恰恰就是人类几千年 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 文明的主要的结晶 它包含的就是 成千上万的头脑 共同努力的结果 成千上万这个地球上 人类有史以来 最优秀的头脑 通过它的几十名代表 写下了这么一篇 独立宣言 它包含的自由 人权 它包含的这个真理 它包含的这个 这个人类秩序 包含的人类文明的这个架构 那就是几千年人类文明的接近 有人说美国什么两百家文明 实际上美国是继承了古希腊文明 继承了古罗瓦文明 继承了耶路撒冷文明 继承了人类几千年 几万年 甚至几十万年的人 它才达到这么一个高分 中国有这些纪律吗 没有 皇帝已经承认的 把中国人于世隔绝 几千年来 自从修建长城以来 中国人就像被一个大的 长城实际上就是一个监狱为强 他把中国人劝扬起来 他迫使中国人像牲口一样 生活于世隔绝 服从命令 中国人就是这么一种悲惨 但是西方呢 不幸的是呢 当时呢 由于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 以及二战以后 苏联 就是欧洲的分裂 它导致了西方呢 在这个获胜当中呢 就是说不再具有强大的 对这个世界上投射力 再加上这个美国呢 独立承担维护世界秩序的这个责任呢 他也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 再加上美国还有一个 他重要的经验非常重要 因为美国以前呢 他跟类似中国人大约很多 他在这一点上呢 他跟英国人一样有经验 我们都知道美洲的印第安人 他实际上是中国人的近亲 他来自于蒙古 大部分是来自于蒙古高原 我们中国人大部分呢 也是来自于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 一少部分来自西藏 大部分应该来自蒙古高原 就是说他这个从人种化来说 文化上 现在的美洲印第安人 实际上是人类 从四千年前到两千年前 不断地穿过北林海峡 进入这个美洲大陆的 他基本上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满洲人 蒙古人 还有这个 就是这么一些 满洲人和蒙古人的血液 是深深的倾头 进中国人的血液 所以说呢 印第安人是我们的近亲 美国人在跟印第安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 发现是很难短时间 跟他们融化 最后怎么办呢 就画了一些保留地 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遍及美国的保留地 就在这个地方 印第安人实行绝对自治 他想要决定权利 这个领地就适应他们的法 对他们爱什么 他们保留自己的生活习俗 保留自己的传统 保留自己的一切 实际上美国人的对待这个事件 也是这个策略 你比如说他对待朝鲜 对待伊朗 对待古巴 他都是奋行这种策略 就是说这一批人爱什么生活 就让他们这样去好 就是他对待墨西哥人 也是这种策略 墨西哥边境上整天 现在对国人想进入美国 美国必须防御他们 因为不防御他们的话 可能有起义人都要冲到美国来 所以说美国的这个策略呢 就是OK 我不想强行改变你的观点 不想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不想改变你的理念 但是呢 你不要侵害我 你不要侵害这个世界 就不快了 你待在自己的地方 爱怎么过日子 就怎么过日子好了 我没有能力改造你 我做不了这些 这个世界这么大 美国人就这么少 美国人只有全世界人口的 都不到二十分之一 他已经充当这个免费的这个群警 已经长达这个七十年之间 七十多年了 也就是说他为人类 提供基本的安全服务 才使得人类 现在有这么大 六十多亿的规模 假如没有美国人 做出服务的话 这个地球至少有一半的生命 应该感谢 而应该说呢 这个地球有80%的生命 应该感谢英国人和美国人 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 提供的全球的这个安全保障 提供的这个航海自由 提供的这个技术传播 因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 没有西方人传播这个南美的 这个芋头和这个玉米的话 中国人现在应该说 说什么十三亿中国人 连一亿三千万中国人 在历史上 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 粮场 十四大粮场之一圈 但是他养活了我们 因为技术太多了 所以说呢 而且那英美的这个文明 造成了大部分人之所以 能够生存 是因为西方 特别是英美为主 传播的这个技术 发展的这个技术 农作物的这个技术 还有这个安全保障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中国历史上 你要看看明朝 每天都在打仗 每天都在打仗 可以这么说 任何一个家里面 如果你生了三个儿子 那么你有两个儿子 恐怕都要死在战场 或者在去战场的途中 病死恶死累死 人在野地里是很容易死亡的 也比如说你一个孩子 在家里面长到18岁 然后官长一声了一下 说北上干粮 穿上衣服 跟我们出发 到云南去打仗 走几千里 在这过程上 大部分人就死掉了 正是美国建立的 这种全球安全机制 使得大部分人员 不然的话 很多人都会失忆 很年轻的 也就二十来岁 十几岁就死掉了 当然这美国 英国人发明 这个青霉素 还有药物 还有卫生 还有其他方面 就不用起来 仅仅这个避免了人类的战争 最大限度避免人类的战争 因为人类历史上是天天都在打仗的 几千年几万年来 人类从来没有一天不在打仗 而且呢 每天都有 几万人 甚至 上升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 而美国呢 管理世界以后呢 使得人类战争的 已经降到了最底点 使得人类 绝大部分人类 就不用上战场 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每年十余战场的人 最多几万人 以前就光中国人一年 就在明朝有明一朝 276年里面 每一年十余战争的中国人 都超过一百万 那就是没完没了的杀戮 而且中国人血统 为什么那么单一 全世界都没有 我到印度去看 印度人都是奇奇怪怪 就是长相 肖默都是各种各样 而中国人是 全世界最单调的这个面孔 说白了 他就是战争杀戮 大规模的强奸所造成 比如说 明朝的这个军队 占了一个地方 把一个少数民族 征服了以后呢 就把他男人都刷出来 撒掉就知道 把他男人都分别给视频 这段历史 当然中国人从来不提 甚至中国人都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有 这么单一的庞大的人 而且呢 中国呢 还有很多人 就是有一个错误的误解 就是以后我们再提吧 就是中国人 这个庞大是因为 中国有什么文明 其实恰恰像 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 你文明群体在庞大 这个大自然有很多生物 并不是因为什么 它文明而是它庞大 它就是有那个天然良长 有那个地形 就像这个太平洋里面 它有大量的鱼类 而在湿海里 没有什么鱼类一样 它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它是一种 天然的原因 所造成的 所以说西方呢 自从一战二战 对立以后呢 它就丧失了 这个再去输出 它的这个真理的这种意志 所以特朗普这一次呢 高举的这个旗帜呢 实际上带有一种 充气让西方崛起 它实际上就让人会想起 十字军精神 比如说这一次 最近它对这个土耳其的 无情的这个惩罚 就能够看到到这一点 它不仅在惩罚中共 它也在惩罚俄罗斯 它也在惩罚这个 所有 它认为 就是贝离圣经 恶魔般的国家 它愿意跟你 比如说上次 他到阿拉伯去参加会议 全世界 有四十个阿拉伯国家的 使用脑就聆听 他的教训 他在那个地方 就直接能让他来教训 你们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但是你们不能来打恶我们 你们不能干扰文明 你们不能上海文明 我绝不允许 所以说呢 过去几十年来呢 再加上这个西方文明呢 它也有一些 这个所谓我们层面 毛主的那种意识泛滥 那种知识分子过于 人道善良宽容 泛滥 就是说呢 它导致了西方的 这个精神上的 这个一种一种沮丧 所以说呢 它不再有勇气 对这个世界上 其他地方国家动武 相对于这个超选 这么一个 碌碌的一个犯罪痛 超选共产党 或者说 就是一个赤裸裸的 犯罪痛 超选人民运 但是呢 西方世界对它 只能容忍 所以它当然更不愿意 对庞大的中国动武 而且呢 所以这种环境呢 恰恰呢 就是形成了中国 堵落的一个 基本的原因 而且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希望通过收买中国 给你巨大的经济利益 帮助你走上文明的 这个道路 希望中国最终能成为 文明世界的一员 但是呢 最终西方人 美国人居上的发现 他们错了 他们全都错了 他们苦口婆心 他们付出利益 他们付出称重的代价 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说吧 中国人过去几十年来说 使用的这个软件 通通都是盗版的 美国也好 微软公司也好 从来没有给你真正的惩罚 他们有能力进行惩罚 他们可以让 过去几十年来 中国的所有使用盗版软件 计算机发出的数据 都作废 他们能够摧毁 中国现在所有的这个软件系统 和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系统 他们让中国任何一家银行 都马上陷入崩溃 他们让中国任何一家机构 都马上回到这个计算机前的时代 不可思议的 就是所有这个国家 马上就会陷入混乱 甚至几乎就可以说 他甚至都可能回到石器时代 因为他的飞机都不能起飞了 他的这个 甚至他的这个 火车都不能发 那个不能运行了 他的工厂通工都得停顿 一切都得停下来 但是美国没有 就像微软总裁 那个比尔盖茨说的 哎呀就让中国人盗版好了 中国人是全世界盗版最严重的 其实是俄罗斯人 这都是盗贼国家 他们实际上都是现代人类文明的寄生虫 巨大的一群寄生 他们盗窃别人的寄生虫 要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发展计算机 就像美国发明计算机 它是几万年文明 几千年文明 它是自由的产物 它为了捍卫自由 我们都能看到经常有一些美国人 50个美国人在 马斯维加斯被打死 还有历史上有多是这么强 就是为了捍卫这种自由 为了捍卫创造精神 美国人付出了多少代价 每年关于进强与反进强的 保有强制的争论 铺天盖地 就是说美国人为了自由 为了能够这个民主 为了人类能够保持一份 活力 保持最大限度的自由 它每天都在承受巨大的代价 吸收 学习 或者说最大限度的发展 人类文明几万年的积累 最后才使得 他们能够造出计算机 软件这么样的东西 你说它 你用一百块钱人民币 来买它的软件 用它的软件 难道你吃亏了吗 没有 但是中国人宁肯花三块钱 动盗版软件 而且所有的中国的电脑商场里 都买三块钱一版的盗版 就是盗版 盗窃 人家几万年积累的这个文明的进化 中国人都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社会实际上现在的这个文明 就是建立在 其实包括我们吃的 从我们吃的食物到我们用的计算 每个方面都是盗窃西方的成果 有些是西方主动正义的 但大部分是盗窃的成果 所以西方是非常宽容的 但是这个他发现现在的那个宽容呢 反而造成了一种恶务 因为呢 中国人的观念 观念没有进步 中国实际上 现在的中国人 跟2000年前的 秦始皇时代的中国人 没有任何去 跟500年前 哥伦布到达美洲 以前的经济安人 观念没有任何去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大同小异而已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呢 美国现在开始进行了这个转折 最终呢 我认为呢 这个西方国家会通过 越来越严厉的方式 对待中国 而且呢 会成为中国 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主流 就像100年前 他推动了中国的宪政 推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 推动了中国的世界 我认为 这又是特朗普执政 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特朗普执政 可以跟1840年英军相比 我们都知道 过去29年来 很多人都骂明英一无所成 但是你看特朗普执政 近几一年多来 就已经有了巨大的成就 所以我们29年来 明年做不了什么事情 甚至如果要是没有西方的话 我们再做29年 甚至再做290年 都不见得一年 但是特朗普采取了 随随便便便的几个行动 特朗普在采取 遏制 打击制裁俄罗斯 打击这个 委内瑞拉 打击超选 打击伊朗 打击叙利亚 在对全世界平部主义 或者极权主义 宣战的同时 不经意的 中国的这么极权 几个招式 就把中国打得 就把中华帝国 打得遥遥于罪 把红色帝国弄得晕头转向 就是1840年 英军决定 打击这个满清 另一个循环的开始 也就是说 在178年之后 西方人又开始 要对中国进行 这个当图办和了 他有可能开启一个 中国人的新的一个 一个一个历程 就是重新开始 回到就是进入文明世界 去那边 的 领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